你还记得乌鸡国王吗 就是那个托梦给唐僧 说自己被妖怪阴了一把 被霸占了国家和妻儿 求唐僧救他的那个大冤种国王 这回的故事很简单 唐僧把梦里的事讲给徒弟们听 孙悟空和猪八戒出面 把这个国王救活 最后帮他赶跑妖怪 将王位抢了回来 这一招其实就是取经路上的做的好事之一 但这个故事里面的细节 却反映了不少社会背景 比如乌鸡国王为什么不敢在明虎控告权政官呢 以及那个权政官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又隐喻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聊一聊乌鸡国王的冤屈 唐僧听乌鸡国王讲完他的故事 问他 你怎么不在明王那里控告呢 国王说 那怪的神通广大 官吏情俗 城皇常与他会酒 海能忘记与他友亲 冬月齐天是他的好朋友 时代阎罗是他的异性兄弟 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 原来这妖怪带有来头 连十天阎网都跟他拜靶子 难怪告不出门了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人们之所以想象出有地府 是因为人间审判不公平 采集希望于死后地府的审判 而十天阎罗是玉帝派在地府的法官 人们本来深信他能自公无私 但地府都腐败了 于是鬼也悲观了 神仙世界也和人间一样 受了冤屈同样无处控告 而且受冤屈的不止乌鸡国王一个 像黑水河的河神 被驼龙占了地盘 想到天上去告 却连玉帝的面都见不到 西游记里面类似的事情很多 感觉唐僧的取经之路 就像是师徒世人带着读者 看了看西游世界中各种不公平的现象 什么叫公平呢 德国有个法学家叫耶宁 他说 正义之神一手之横弃 以权正义 一手之宝剑 以实现正义 有宝剑而无横弃 不过暴力 有横弃而无宝剑 只是有名无实的权利 就二者相互协调 挥动宝剑的威力 与应用横弃的技巧 法律才能实行 这就是说 正义如果失去宝剑 只不过表示司法不能执行判决 司法本身还没有腐化 如果失掉横弃 就是司法座王法的裁判 正义之神就变成了邪恶之神 西汉时期的法学家张诗芝 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 庭位天下之贫也 意思是说 司法官就是为整个天下主持公道的 后来有个叫张慕芝的也说 可见公平是人们永恒的追求 但应该如何实现公平 古人却没有具体的方案 虽然韩非子说 法不恶贵 神不牢区 但现实情况是 法律经常偏袒有权也是的人 凡事不求于必然的制度 而求于偶然的良心 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的缺陷 其实这个道理人们很早就明白了 韩非子也说过 故有术之君不随世然之善 而行必然之道 意思是 真正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君主 不会去追求少数人偶然的善行 而是推行普遍的法治措施 汉宣帝说 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 没有忧虑怨恨之心 是因为政治清贫 法律能够主持正义 这都是人们对法律 能实现公正的美好愿望 因为古代的司法机关并不独立 往往是和行政机关混为一体的 行政官就是司法官 如果官老爷是个好人 有良心 那还好 这块地方还能太平 如果不是好人 那人民被欺压 就连告都没地方告了 所以刚正不阿 审判公平的人 常常被老百姓称为青天 青天在古代非常稀有 几百年才出一个 比如宋朝的包青天 明朝的海青天 实际上大多数法官 都会利用职权做违法的事情 法官用枉法 不公平的事情就开始了 古代罗马有个规定 法官如果受贿 要处于死刑 为什么 因为司法破坏法律 最伤害人们的感情 人们一旦对法律失去信心 就只有用武力报仇血恨 行使自己的权利 如古代小说中描写的好汉 侠客 就是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人 他们被逼上梁山 扛起替天行道的大旗 出墙扶弱 反而能得到受贿的称赞 这种好汉侠客的行为 虽然不合当时的国家法令 但他们不弃以自己的生命 去解救别人的危难 因此也称得上道义 尤其王朝末世的时候 君王不理朝政 贪图享乐 贪光物力以上全是欺压穷人 司法不公平 才会有侠客 而侠客作为一个渺小的平民 却凭着武力触犯禁令 掌握了身杀大权 自然不容于朝廷 所以他们虽然受社会的尊敬 却始终是边缘人 这样人们又只好将希望 寄托于银间审判 西方也有类似的话 圣经中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为什么贫穷的人有福 富足的人有祸呢 福音书没有明说 他并不像佛家说 因为积德而享福 因为作恶而受罪 也就是说 富人不能进入天国 不是因为他们有罪恶 而是因为他们有财产 这是典型的仇富心理 然而在基督教 留学于罗马帝国之后 就不能这么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罗马末期 平民的生活极其悲惨 连利罪之利都没有 并不像基督教说的那么美好 如果不对穷人 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即使你再口若寻合 宣传天国多么美好快乐 他们也不信 所以教会就有了救贫制度 但是救贫是需要钱的 谁有钱 富人有钱 那就像富人募捐 于是教会就开始 欢迎富人入会 这样欢迎富人入会 那么仇富的论调 就得改改 所以马太福音 就把陆教福音的这一段 修改为 心中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慕义 就是渴望被公益的意思 你看 以前是贫穷的人有福 现在是心中贫穷的人有福 以前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现在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以前是祝福穷人的同时 诅咒富人 现在诅咒富人的话也没有了 那么以前不能进入天国的富人 现在只要他们能够行善积德 也能进入天国 这样一改 外国的天堂地狱 和我们的天公地府 也就差不多了 不过西方的上帝比较聪明 他不在人间立即审判 而是要等到末日来临 才做最后的审判 为什么 因为立即审判 人们都看着 你判得对还好 要有一个不妥当 那上帝的面子往哪搁啊 至于哪一天是世界末日 谁也不知道 也许是今天 也许是明天 也许是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以后 于是上帝就变得神秘莫测了 人们之后 深信上帝就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 不敢稍有不尽之心 不过咱们这的玉帝和上帝不同 他不自己审判 而是将审判权交给阎王行事 阎王也不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审判 而是在每个人死的时候 及时检查他一身的丧热 然后决定这个人 应该送到六道笼合中的哪一道 所以啊 东西方的宗教虽然都讲未来 但东方比起西洋还是更加现实 这种现实主义啊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特质 比如说伦理 西洋学者说起来 旋之又旋 像抽象的哲学 而中国的古代学者 却对具体的对象 有具体的为人之道 不过现实主义有利也有弊 有利在于容易实践 弊断在于缺乏抽象的知识 导致科学不能发展 因为科学是用分析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物变简单 然后用清晰的原理解释各种现象 也就是说 科学要无视一切事物的个性 只注意普遍现象 即个体不看住个体 个人不看住个人 而把它们放在一定的部内 种属范畴之中 观察事物的普遍性 那哪一种人最有抽象能力呢 是城市居民 尤其是商人 怎么说呢 因为农民每天在地里干活 每天看见的是同一个环境 做的是同一个工作 这会形成一种心理限制 反之城市的商人完全不同 他们的工作是倒卖倒卖 贩卖的也不是同一种商品 而是多种商品 他们不管商品的性质如何 只注意买家与卖家的差额 他们不管买卖哪一种商品 都把它还原为货币 只比较数量多少 商业越发达 商人的活动范围就越大 他们不但可以学习到 各地不同的知识 而且运用货币的方法 也会慢慢增加 地方的远近 时间的长短 都会影响在价格上 影响商人的利益或者损失 因为一切充满变数 所以商人要学会 在各种特殊事故中 寻求一个普遍的规律 在无数的偶然变化中 追求一个必然的因素 这样抽象的能力 渐渐变强 就会科学产生冲撞的条件 但中国几千年来 都是以农立国 而历代朝廷 又实行清仓政策 商业没有发展的机会 人们的抽象能力 就受到限制 导致科学哲学都不发达 也就自愿了契约精神 和法治精神的发展 在为人之道的文化背景下 法律只为有权势的人服务 作为权势的附庸 也能分到这种红利 权政策到底有什么背景 能让十殿阎王 与他拜靶子结为兄弟呢 原来他是文殊菩萨 座下的亲帽狮子 既然是座齐 那就是文殊菩萨的奴仆 这只狮子变成权政道士 在无忌国王身边侍奉 完了还把国王一脚给踹了 你说这很像谁啊 是不是很像皇帝身边的太監 作者还怕读者不明白 特意交代 他是这被散的狮子 太監就是典型的 大人物身边的奴仆 不仅一仗权势作为作福 甚至还能善权干政 所以那些追逐名利的小人 都跑来讨好他们 你如果不讨好 要拜见大人物 他们不肯传达 推迟说领导不在 你就没法拜见 你想上述大人物 他们要是把你的文件 稍微压一压 你又失去了机会 何况他们天天在大人物身边 奉茶倒水 朝夕相见 一两句话就能影响大人物的心理 比如汉代有中长寺 唐代有苏密使 这都是宦官 东汉时期有一个官员朱牧说 上室游所起咒 中长寺有批阅之权 中长寺既然能听到机密 那么朝城给皇帝上咒什么事 他们就可以先知道 就能先发制人 让大臣无法阻止宦官弄权 比如东汉的外戚斗武 他想杀掉干政的宦官 就让大臣牛鱼去上咒 换换朱鱼 偷看了牛鱼的咒章 就连夜召集燕焕十七人 挟持汉林帝 宣布斗武造反 杀了斗武全家 唐代的苏密使和东汉的中长寺 差不多 最初也不过干一些 上传下达的工作 唐部上有什么部门 也没有太大权利 但往往做传达工作的人 就能审查文件 干涉大臣的行政权利 而宣誓照例的人 又能假传圣子 擅自发布照例 从而变成重要机关部门 何况苏密使还掌握着命令 能够听到机密大事 比如唐宪宗时期 宦官两手签是苏密使 大臣裴继上咒 说折禄节度所奴冲使有反心 应该早就安排 唐宪宗同意 裴继提醒说 这件事要秘密谋划 宪宗说 放心 这事只有你这样和两手签子的 你看 这就说明宦官知道很多机密事 并且宰相上咒 苏密使又站在皇帝旁边 天天听着证事 如果朝城有什么规划 宦官认为对自己不利 就更得搅照 阻挠正确的事情了 比如唐朝宗和宰相崔印商量 计划铲除干政的宦官 旁边的宦官偷听到了 就假承皇帝的旨意 阻挠计划实行 从汉坛两代的宦官之后 就知道天子的奴仆 经常掌握权柄 力量大的时候 足以控制朝城 西汉虽然没有宦官乱政的问题 但在汉原帝时代 宦官实险也是权倾朝廷 百官都对他很恭敬 连丞相邝衡 御师大夫政坛 也对他恶语屈从 到了东汉 皇室衰败 宦官专权越发严重 汉领帝时期 宦官张让为中场室 狠受皇帝的宠信 甚至尊称他为让父 当时求见张让的宾客 成百上千 每天他门口停车的车 都把路堵死了 有个叫孟陀的官员 跟张让关系很好 经常贿赂巴结他 有一次来晚了 躲在门口进不去 张让的管家就率领奴仆 一起抬着他的车子进门 宾客们看了目瞪口袋 说这孟陀和张让的交情 不一般了 于是都真的贿赂孟陀 所以那些拍马屁的人 不但惨媚天子的奴才 以及奴才的奴才 甚至连奴才的奴才的朋友 也追着去躺好 唐代的宦官权力就更大了 甚至许多大臣 都是与宦官结交之后 才当上宰相 比如唐顺忠时期 王苏文一派 就与宦官李宗言勾结 才掌握大权 唐宪宗时期 李吉辅为相 也与宦官吐吐成锤结交 寻求他帮助 唐牧忠时期 李逢吉一派之所以能肆无忌惮了 也是因为宦官王守成 在背后为他撑腰 唐文宗时期 发生了李刘生如 和李德玉为首的 刘李党真 刘李两党能够秉持朝政 都跟宦官有关 比如说刘党的李宗敏 就是通过宦官的关系 当上宰相 而李党的李德玉入相 也是得利于 苏明史杨清一的协助 唐代宗旗以后 基本上当大官的人 都必须与宦官勾结 就算是小小的蓄力 如果能得到宦官的赏识 也能专政弄权 比如唐献忠刚刚即位的时候 小叔小利华焕 就与苏明史刘光旗 南北为奸 管弄权柄 再看西游记的成熟背景明代 那就更不用说了 宦官专权是有过热物不及 像王震刘景这些宦官的故事 我们以前也讲过 可以看看明朝三大太监这些视频 历史上这些例子 无非说明了一个现象 但凡一个人要取得官职地位 就不能不巴结天子的奴才 够不到就巴结大臣的奴才 甚至于奴才的奴才 这也就难怪 文殊菩萨做下的青帽狮子 一下界之后 就城隍请他吃饭 有望跟他拜靶子 更何况文殊菩萨 又是西天的大人物 青帽狮子操得一口外语 身份自然又尊贵地洗脱 至于侵占人家的国家 霸占人家的妻子 又能怎样呢 即使贵为一国自主 又无可奈何 无出深渊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 欢迎点赞订阅关注 我是大理石凯学们 咱们下期再见